高雄有这么一名女贼 她看到了面包店女老板 把皮包放在柜台上面 一时呢 这个起了贪念 顺手牵羊 但是人还没有走出店门 就被发现了 这女老板是一路追贼 过程中还被呼了巴掌 不过仍然奋勇的卖力跑 最后是逮到了女贼 趁着面包店女老板 忙着准备开店 女妾嫌将柜台上的包包 一把抓走 被老板娘及时发现 两个人就在店门口扭打拉扯 她抢了她跑出去 我就赶快东西放着 我就追出去了 因为我不让她跑掉 她有攻击我 被打的女老板 一直想尽办法要抓住女妾嫌 不过嫌犯似乎一直不死心 尽管衣服都快要被扒下来 还是一直抓着包包 要摆脱对方 两个人在走廊上不断地拉扯 父亲的邻居这时 听到声音也出来帮忙 我就想说不让这个小偷跑走 这个妾嫌一定不能够让她逃跑 所以才会一直跟她拉扯 一直跟她扭打这样子 众人合力 女妾嫌才束手就擒 不过警方调阅嫌犯的资料发现 窃盗前科居然多达六十几条 根本是职业窃贼 由于面包店的位置 在年货大街附近 而且有民众看到这名嫌犯 不停地寻找目标 警方不排除 可能是窃盗集团 开始趁着连接前下手行窃 目前正积极向上侦办 记者高昀泰高雄报道